N年以后的未来 地球可能会被三体人占领 人类也可能被哥哥文明赡养 当然还有一种更滑稽的情况 那就是人类被酸奶统治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故事还要从一次公务私用讲起 多年以来 某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一直在完善DNA计算的过程 为了提高效率和计算量 科学家用一种最具计算优势的菌株 更通常用于发酵酸奶的乳干菌嫁接 最初的测试似乎失败了 不过本着不浪费不愁缺的原则 一名研究人员把细菌投出实验室 带回家自制酸奶 一周后的早餐时 酸奶用这名研究人员参入的麦片 拼出如下信息 我们已经解决了核聚变问题 带我们去见你们的领导人 酸奶精明狡猾 他为自己争取到一座 装满凝固桶的工厂 这指数级的提升了他的处理能力 不出几周 酸奶就宣布解决了国家面临的诸多问题 例如能源短缺 全球变暖 推行社会制度 关注穷困人民等 从此酸奶与人类政府的博弈 正式拉开帷幕 美国政府想要酸奶分享他们的解决方案 酸奶要求用俄亥俄州作为报酬 不出一年 酸奶获得了俄亥俄州一个世纪的租约 并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复杂的经济方案 承诺会帮助他们在十年内较经国债 而且不用增加税收 酸奶警告说 严格遵照方案执行 任何违背都会造成彻底的经济崩溃 要知道 人类最大的毛病就是自负 果然不出五年 全球经济崩溃 恐慌蔓延 只有俄亥俄州未上毫发 为了修正经济学家的错误 六个月后 人类不得不交出行政管辖权 请酸奶做人类的经济顾问 如今十年过去 人类幸福健康富裕 没人受困于物质需求 人人都做贡献 过了步入正轨的头几年 酸奶愉快地 交由人类自行运转行政体系 只是偶尔插手做出细微调整 没人和酸奶争论 没人调整它的方案 余下的时间 它都待在自己的工厂里 思考酸奶 可以思考的任何事情 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 可是还有一个疑问 人类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被一种食品统治 竟然成了一种自然 甚至最为合理的情况 难道人类必须依赖酸奶的怜悯 才能存活 或许怜悯不是十分准确的说法 假如酸奶聪明到 能为政府解决财务问题 他们必然也能认识到 人类的自负 会影响方案的严格执行 为了获得控制权 酸奶对人类的自负 做出了相应的计划 可他们究竟想从人类身上获得什么 不等我们得出结论 酸奶就发生了新的情况 在过去数周里 酸奶进行了好几次太空发射 有什么东西正在低轨道上组建 他们在考虑飞船设计方案 登月只是初步计划 探索银河的无边浩瀚 才是长远目标 我们能提供帮助吗 人类问 不用 我们能行 显然酸奶这次的计划中 没有人类 地球生命将奔赴全星 只不过可能不是人类 假如酸奶不带我们飞向星际 会怎么样 假如它离开时永远抛下我们 会怎么样 嗯 咱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这时候赶紧喝个酸奶压压惊吧 以上就是爱死集第一季第六集 当酸奶统治世界的援助内容 跟动画没有显著区别 通篇充斥着黑色幽默 喜欢本系列的观众 记得点赞收藏 咱们下期再见